在看完了生词段语之后,咱们来看看《十二课银行和顾客》的课文部分。 这是一篇科普英语,谈了银行和顾客之间的关系。 用词比较正式,即使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复杂的。 咱们来仔细钻研一下《十二课》。 我们先来看《七十页》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请看屏幕。 第一句话他这么说,他说, 首先呢,这个在when从句,就是在at a bank之前,这个逗号之前的,这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当什么什么时候。 无论是谁呀,只要他在银行开一个活气的账户,咱们说过, open the current account,叫开一个活气账户。 怎么样呢? 他就等于是把这个钱借给了银行。 就是他是银行的债主子,把钱借给了银行。 然后呢,从第三行开始,一直到居幕整个这个黄颜色的协体字,是一个定义从句, 修饰前面的那个money,这个钱。 然后呢,这个定义从句修饰的是钱的归还, 所以他用了一个名词,加借词,再加关系代词这个结构, 这个在前面咱们见过。 就这笔钱的归还,repayment which, which只带是money吗? 这笔钱的归还,他可能怎么样? 他以为demand,他可能会要求,要求repayment which,正是做demand的编语。 and anytime,随时可以要求银行还给他钱,取钱时,就是向银行讨债。 然后呢,在里面带下滑线的部分是里面那个方式状语,用什么形式来还钱呢? 要么用现金,或者是呢,用另外一个人作为收款人,开一张支票,都是让银行还给他钱。 我们与银行存钱,就是银行的债主,我们是他的债主。 那么这个check,这用的是英式拼写。 美式拼写这个check跟检查那个动词拼写,发音都一样。 C-H-E-C-K,英国是C-H-E-Q-U-E,发音一样。 这个in favor of,表示,以某人为收款人,这是跟check支票固定的一个搭配。 这是本集中的一些用法。 这个一些小的细节,咱们仔细算一下。 首先看一下这个借钱,land。 land bank money,把钱借给银行。 这个land有两个搭配都行。 第一个是land something to somebody,把某个东西借给某人。 第二个是land somebody something,把某个东西借给他。 但注意这个land都是向外的这么一个方向,就借出去。 第一个搭配,第二个搭配都行。 那么具体看哪个搭配,避免头脑脚清,就用哪一个。 如果这个人特别长的话,用第一个好一些。 如果这个事物特别长的话,用第二个好一些。 那么在本集中,明显用第二个搭配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就是这个银行,he's lending the bank。 而这个事物是money,这个钱。 但钱后面挂非常长的定义丛句。 所以如果本文中的第一个搭配,就脑袋太大了。 这避免头脑脚清,第二个搭配。 让这个钱跟其后的定义丛句,能够紧密相勾连。 这是这么一个好处。 但注意,不要把他用错,这一定是借出。 跟他类似的还有个词,就是loan,也可以表示借出。 跟他类似。 loan something to somebody, when I loan somebody something,搭配也是一样的。 这是借出。 这个不要把他搞错。 我们区别一下。 借入。 向某人借钱,这是借入。 从外面往里面来了。 这搭配我们可以用borrow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就是从某人那儿借来的什么东西。 注意,这个搭配是正确的。 但是可千万不能说成borrow somebody something,没有这个搭配。 只能说borrow something,它的必须是事情,然后强调从谁那儿,再加from somebody。 这个不能先用人,这个大非错。 比如说,你能不能借我一百块钱?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百块钱呢? 这个说法有好多种说法都行。 比如我们先用这个,当然我们可能不能用borrow。 上来很多人这么说,那不止一个人。 好多人说,would you borrow me one hundred yen?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百块钱呢? 这一看是个轻的事,这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borrow,它borrow是往里边的。 你做主义,你借给我是借出的嘛,对吧? 所以应该用land这个词。 而这borrow也没有borrow somebody something,这个搭配。 从含义到搭配都是错的。 那么怎么说正确呢? 我们先用land。 would you lend me one hundred yen? 能不能借我一百块钱呢? 这跟本分钟搭配是一样的,对吧? 或者倒过来。 would you lend one hundred yen to me? 能不能借一百块钱给我呢? 这个都行。 本分钟的这个人和钱都不太长,说哪个都差不多。 第一个搭配更简洁一些,这个可以。 你要非用borrow的话呢? 可以这么说。 may I? 我嘛? 我做主义嘛? 因为借入嘛? 对我来说是借入的。 may I borrow one hundred yen from you? 能不能从您那儿借一百块钱呢? 这个may I borrow,这个搭配正确。 而且borrow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但是也不能这么说,may I borrow you one hundred yen? 这就乱套了,从含义到搭配都乱套了。 这个借入借出,中国在汉语中分得不是特别清楚, 但英语中这两个词,包括含义,包括搭配,不要告诉我。 好,回到剧中。 他说,when,无论任何人,甭管是谁,只要是他在银行开一个活气账户,就等于把钱借给了银行。 这个里面这个句型顺便可以记住,when anyone做主语,我们用个一般现代识。 然后主句中用一个进行识,可以翻译成无论是谁做模式,就等于在干嘛。 when anyone,我们用一个现代识,然后主句中进行识,he is anyone,无论男女都行。 男女不明的时候,单数可以用he来代替,他就等于在做模式。 本人中无论是谁,在银行开一个活气账户,就等于把钱借给了银行一样。 类似招呼寄存。 无论是谁,试图徒步穿越这个伤口,就等于拿生命在冒险了。 徒步穿越这个伤口,crash the path on foot,这是三侧的第八课,著名的修道院。 咱们讲过这个搭配,咱试试看,咱复述一遍。 When anyone try,试试干嘛? to cross the path,这大山伤口,on foot,他干嘛呢? He is risking his life,他就等于在拿生命在冒险。 再回顾一下这句话,先看从句。 When anyone tries to cross the path on foot,he is risking his life, 他就等于是在用生命在冒险。 好,这个主句看到这儿,咱们再看后面这个定语从句。 Repayment which he may demand at any time,他随时可要求这笔钱的偿还。 这个定语从句是用的这个名词加借词再加关系代词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我们从三侧就多次讲过,四侧前面也说过。 这个引导的一般都是非线的新定语从句,就它前面一般是用逗号跟逐句分开。 什么时候用这个结构呢? 就是定语从句修饰的不是先行词本身,而是先行词相关的一个东西,或者先行词的某一部分。 这个时候一般用名词加借词加关系代词这个成分。 那么名词加借词加关系代词在定语从句里面也是一般充当成分的。 逐语并语最常见。 这个就是修饰是先行词相关的事物或先行词的一部分。 本文中修饰是钱的归还,而不是钱本身。 所以用repayment of which这个结构是正确的。 咱们再看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在四侧,我们41页课文最后一句话。 41页课文最后一句话。 这是咱们第七课蝙蝠这课书,大家还记得。 The echolocation in bass is often compared with radar, the principle of which is similar。 他说蝙蝠甚至回身定位这个能力经常与雷达来做对比。 我们说compare跟with搭配,既可以抢得不同,也可以抢得相似之处。 因为雷达的原理跟它是相似的。 The principle of which is similar。 这个它修饰的不是雷达,而是雷达的原理,所以用的是the principle of which is similar. 这是用这个结构。 我们再回顾在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三十二课,一艘沉船中的例子。 三册的三十二课,它这么说。 The most valuable find of all was the ship's logbook, part of which is still possible to read. 它说是logbook,航海日志。 怎么样呢? part of which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read,其中的一部分还清晰可见。 注意它修饰的不是航海日志,logbook,而是航海日志的有一些部分,part of which. 然后part of which整个在定义丛音里面we充当read,它的病。 所以大家看到修饰的不是先行词本身,而是与先行词相关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先行词的部分。 在这个时候我们用诈个结构,而且一般都是非先行的定义丛音,这个知识是旧知识的复习第七课怎么说过。 好,再回到句种。 它说的是repayment of which,repayment表示钱的偿还或者归还,这个后面借词搭配是用off搭配的,我们注意这个后面。 the repayment of debt,债务的清偿,债务的偿还,这是名词,后面借词叫off。 它的动词当然是repay这个词。 repay的搭配也是repay somebody something,归还某人某个东西,偿还他这个东西。 或者倒过来repay something to somebody,把某个东西还给某人,这个搭配都行。 跟那个land搭配有点类似,这是清偿或者偿还。 那么这个搭配比较正式,还有比较通俗的表达,比如说pay somebody back,pay back,也是还钱的意思。 或者干脆用pay back something,这个还,偿还某个东西,这个都行,这个还某人的东西。 你像I'll pay you back tomorrow,明天我就还你钱,pay somebody back,或者pay back something,还这个东西,这个都可以,也是表示还。 但如果表示全部偿还还清了,就是我不欠你钱还清了,咱们一般可以用pay off,你像pay off one stat,把债务还清了。 或者用几乎都是clear,clear one stat,也是清偿,就是一分钱都不欠了,清偿可以用这两次,可以替还。 咱们可以记住。 那还有跟它类似的是,给某人退款,就是这东西,这个不满意,没事,给您退款,尤其用在商店里边,客服部门用得多。 叫做give somebody a refund,refund就退款了,把钱再给您。 比如说we'll give you a refund if you're not entirely satisfied,如果您要是不是完全满意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退款。 风险,您没有,不满意,全额退款。 give somebody a refund,这么来说。 好,我们再看一个跟它类似的一个搭配。 这是给某人退款,还有一个是报销。 你先掏钱,然后公司把钱再给您,这叫报销。 这个搭配比较长,单词个儿比较大一点,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reimbursed,reimbursed,注意后面是人作便宜。 这也特别好记,为什么re这个字头可以表示again, I am就像进去嘛,burse就是purse的一个变形,p-u-r-s-e是钱袋的意思。 再次进到钱袋钱包里面去,不是给你报销吗? 对吧,你先钱出去,公司把钱再放那口袋里面去,这是报销。 我们再跟老师读一下。 reimbursed,reimbursed,看例子呗。 Pay for the hotel room when you leave,and the company will reimburse you later. 我说你离开的时候,你先给饭店的房间来掏钱付款,这公司随后会给你报销,把钱再给你,这叫把钱再给某人。 相关搭配可以同时记住。 好,咱们再回头去中。 内容从这里面最后有一个方式重要,叫either in cash,或者要么是这样,要么是either or 固定搭配。 要么是用现金,要么是怎么呢?by drawing a check,draw a check,就是开一张支票。 有的时候也用sign a check,签署支票,或者write a check,写支票,都行。 draw a check,sign,s-i-g-n,sign,或者write a check,都行。 但是注意后面这个in favor of,这跟这个支票固定搭配,就是以某人或者某个部门,某个公司为收款人。 这个注意,它固定放在支票后面。 当然在这儿拼写用了美式拼写,英联邦国家呢,是f-a-v-o-u-r,美式是v-o-r就好了。 in favor of表示支票,以某人或者是某个部门为收款人。 比如说,checks should be written,或should be drawn,in favor of new oriental school,支票应该注明,以新东方学校为收款人。 这是in favor of,当然这个check前面,咱们统一都美式拼写。 咱们的写作中,要么都英式,要么都美式,包括在口语考试中,口音,口形,包括发音,也是要英式都英式,要美式都美式,上下文统一起来,两个都对。 但不要来回串户,一会儿英,一会儿美,这个不好,你看前面是美式拼写,后边favor也是美式,这个统一起来好,要变就都变。 好,再上来先表明了银行跟顾客,你这个存钱就是把钱带给了银行。 然后第二句话进一步补充说明了,那么银行跟顾客大致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咱们看屏幕,他说, Primarily, the banker-customer relationship is that of debtor and creditor, who is which,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customer's account is in credit or is overdrawn。 这个破折号之前是句子的主干结构,Primarily是主要来说,或者基本上来说, 这个银行和顾客之间的relationship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debtor and creditor,就是这个负债人和债权人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that代替前面这个relationship,什么什么关系是什么什么的关系,这个that代替前面relationship。 进一步看到关系relationship,后面去stopping,可以用off,当然有数也可以用between这个都对。 debtor是欠债的,这个欠债方,负债方,creditor就是债主的这个关系。 然后呢,究竟who is which,depending on整个这个谎言似的,破折号之后一直到句子结束,是巨大的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我们知道独立主格结构就是加上了自己逻辑主语的非微动词结构。 那么前面有没有with都行,在这里呢,前面的主语是who is which,是一个主语从句。 who is which,就是谁是哪一方,谁是债主的,谁是债务人,谁是债权人。 然后后面非微动词是depending on,然后非微动词是一个现代分词,依赖于,就基于。 依赖于什么呢?weather一直到句末,当然是冰语从句,牵套在独立主格结构内部的一个冰语从句,做债务人的冰语。 这个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这个顾客呀,他的这个账目究竟是处于这个有盈余的状态,还是处于赤字透支的状态。 这个你要用信用卡刷卡就能透支了。 然后,但注意,是否怎么怎么样,这个在名词性从句中,可以用weather引导,也可以用if引导,但如果直接放在借词后,咱们就一般不用if了,一般weather,就是weather引导的从句。 if从句,一般不放在借词后。 这个beincredit,叫做有盈余,就是账户有余额,beoverdrawn,就是账户赤字,欠银行钱。 你要是有盈余,你是债主子,银行向你借钱。 你要是有赤字,银行是债主,你向银行借钱,是这么基本的关系。 好,咱看看里面一些细节。 首先,这个主要的,从最主要的内容来说,这个primarily,好几个替换,写奏中可以替换。 比如,这几个基本都行,我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注意这个primarily,是一个在美式中,一般重音会后移。 他们重读时,一般都是primarily,是字典注音,但美式,一般音节会后移。 这个知识在新概念三册第一课,appuman at large,里面,老师就讲过。 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下,primarily,primarily,再接着走principly,principly, chiefly,prima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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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above all,主要的。 还最后看一个大根的,first and foremost,first and foremost,每次都可以把这主要的。 那么主要来说呢,银行和顾客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is not of, 我们在这儿看到relationship后面,借次搭配一般是跟of,当然用between也正确。 你像的relationship between,或者of,banks and customers,银行和顾客之间的关系。 所以后面那个that,后面叫of,就不奇怪了,因为它修饰这个关系,它指的是关系。 是什么呢?of debtor and creditor,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 debtor是债务人欠债的人,creditor就是债权人,就是债主子。 有人说,那这个debtor and creditor就是可数名词,为什么在这儿当不可数名词来用了呢? 它也没有复数,前面也没有加贯词。 咱们注意,这种关系灭切,而且成对出现的这个名词,往往咱们前面就不加贯词了,把它当作不可数名词来用。 债务人、债权人,关系密切,而且经常成对出现。 这时候习惯上来说,可以把它当不可数名词来用,就是前后都没有贯词。 你们经常说,heart and soul,心和灵魂,其实放在一块是个习语,叫全心全意。 心脏和灵魂都可以当可数名词,但在这儿都不加贯词了,因为它成对出现。 再比如说,knife and fork,刀叉。 刀叉是成对出现的,密切相关的。 我们吃西餐吗?刀叉猫猫猫在一块,放在一起,就都不加贯词了。 再比如说,please pass me pencil and paper,请帝国纸和笔。 笔,纸,纸是不可数的,但笔是可数的。 这两个方的一块都当不可数名词来用,都不加贯词了。 pincil and paper,纸笔。 再比如说,the rela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师生关系, 老师和学生无一都是可数的,但是成对出现,都当不可数名词来用了。 对吧,没贯词,再比如说,最后再看一个,the conflict between mother and son,母子之间的冲突。 母与子也是关系密切,成对出现的,注意,前面就都不加贯词了。 这是本文中一个小支点,语言习惯,记住就好了。 好,它说就是债务人和债权之间的关系,后面加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它的主语是who is which,这是个主语从句。 然后呢,独立主格的位语动词是depending on主动的吗,依赖于吗,取决于吗。 现在分词,依赖于什么呢,whether,就是是否a customer can is in credit, 词汇讲过,有语言,或is overdrawn,或者是透支。 注意,这个同样表示是否怎么怎么样,if weather引导的名词就从句, 如果做宾语从句,放在借词后。 注意,if从句,不能放在借词后,这是不符合语言习惯的。 比如说这句话错了,he worried about if he had hurt her feelings,不行。 尽管if可以引导宾语从句,反映是否,但用在借词后不行, 他可以做动词宾语,但不能做切词宾语。 做借词宾语,要把它换成whether,he worried about whether he had hurt her feelings,这个证据了。 这男的担心他是否伤害了这个女孩的感情。 注意,小细节,咱们在写作中确实基本功要特别扎实。 四评八文,小错,咱们不犯,至少成绩不会吃亏。 然后取决于你的账户怎么样,is in credit, 四语中讲了,有余额,或者是is overdrawn,或者透支。 这overdraw就是取多了透支,be overjoyed,用overdraw的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是overjoyed,相当于be in the red,就有赤字。 我们在有时手机银行里面看到,欠银行的钱往往是红字,你有余额是黑字, 红字叫be in the red,告诉你哦,你欠钱了。 比如说your account is overjoyed,也能说your account is in the red, 我们现在再回到剧中。 他说取决于怎么样,是否这个顾客的账户是有余额还是透支。 有余额叫be in credit,这个词后能讲了,叫有余额, 就是你现在是债主了,或者怎么样,or is overjoyed, overjoyed,来自动词overdraw,就是透支的意思。 在这儿是被透支的,就处于赤字状态。 这个搭配即可用be overjoyed,注意来自overdraw, 是aw,东西原型是overdraw,那么一般过去就是overdraw, 把aw和ew,跟那个draw,draw搭配,从变化一样。 过去分析overjoyed,在原型后面讲in就好了, 或者是be in the red,处于赤字状态。 那你比方说,your account is overjoyed, 或者就相当于your account is in the red, 你的账户处于赤字这个状态。 这个两个搭配就可以替换,是处于赤字这个状态。 我们发现有时候手机银行里边,如果欠款,刷信用卡, 你发现那个字是红色的,所以处赤字状态,欠银行钱。 这时候你是债务人,那银行就是债券人,那你欠他的钱。 好,下面看第三句话。 下面说,but,in addition to that basically simple concept, the banking's customer owe a large number of obligations to one another。 他但是,除了这个从基本上来说,根本上,本质上很简单的概念之外, 这个银行和顾客之间,彼此还对对方负有大量的责任, 他没有这么简单。 这个除了什么什么之外,还有,这是一个常见搭配叫in addition to, 这个在咱们阿尔夫利德德的一个大帝, 那个时候就王室建的活动怎么说过, 他可以用in addition to,还有好多咱们父亲弟就和讲过的, 还有像besize,还有像as well as, 还有我们经常用together with,along with,都可以说,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apart from,aside from,apart from一般用在英联邦国家, 而aside from一般用在美国,这都可以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还有在写作中一般可以替换,咱们个老师大声来读一遍, in addition to,besize,as well as,together with,along with,apart from,aside from,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还,怎么怎么样,这可以替换, 本文中说除了,这个basically就基本上根本上来, 从根本上很简单的concept是观念概念之外,怎么样呢, 银行和他的顾客之间,彼此之间对对方有很多的责任, 负有很多责任,这个o来自于咱们说的欠某人某个东西, 经常可以做派成译,这个搭配可以用o something to somebody, 把某个东西欠某人,欠某人,或者倒过来是o something something, 欠某人某个东西,两个搭配,顺序不同,但含义一样, 你像经常可以做派生意,像本文中说欠某人这个义务, 其实就对某人有义务呗,负有义务呗,对吧, 你应该给他嘛,o obligation to somebody, 就是来自第一个o something to somebody, 就相当于have obligation to somebody,对某人负有义务, 义务其实你欠他的嘛,你应该做这事嘛,可以用这结构, 你比如说父母亲对子女负有义务,要把子女服予成人, The parents owe or have obligations to their children, 父母亲对他们的孩子负有义务,要把他抚养成人, 这个还有派生意,像我们在第五课中说的, 我非常感谢你,就欠人情嘛,对吧, I owe you,或者说 I owe you a lot, 我非常感谢你,就欠个a lot,对吧, 那么我们经常说,你应该向他道歉, you owe him an apology,就你欠他一个道歉,对吧, you owe him an explanation,就是你应该向他解释, 你欠他一个解释,应该给他嘛,对吧, 经常用 owe 这个动词做派生意, 好,那本文中就是银行和顾客身, 彼此间呢,对对方都负有这个义务,或者是责任, to one another,注意,有些英文老师说呢, 这个each other只能用在两者之间, one another用于三者或三者以上的之间, 这个解释已经过时了, 我们说在当代英语中, each other依然一般来说,用在两者之间更常见, one another用于三者以上更常见, 但其实这个限制已经慢慢都消失了, 也著名的英语权威Zinger,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指出, these two phrases are totally interchangeable, 这两个大费完全可以替换, each other也可以表示三者以上, one another用于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所谓这两个大大费通用, 在当代英语中, 这个以前老的这些规矩限制早被取消了, 已经被淘汰了, 好,我们看这个比较复杂的第四句话, 咱们看屏幕, 看他是怎么的,是怎么一回事, 先看预法结构, many of these obligations can give rise to problems and complications, but a bank customer, unlike, say, a buyer of goods, cannot complain that the law is loaded against him, 他承接上一句话中, 你不说彼此间负有很多责任吗, 上下逻辑更圆容了, 就是很多这些责任, 就是上一句话中的那个obligation, 怎么样呢, 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纠纷, give rise to, 在三册第四课就讲过, 书面语叫做导致是产生, complications, 本来作为名词可以不是错综复杂, 但复数一般表示问题纠纷, 这个我们在生死中讲过了, 但是but引出并列句, but是个并列廉词, 也表示转折关系的并列廉词, 但是一个银行的顾客, 后面这个带下号线的起提字是插入语, 那unlike并不像say, 又是插入语里面的插入语, 比方说随便说一句, 那比方说吧, 一个买东西的顾客, buyer就是购买人, 顾客或者采购员都会叫buyer, 他并不能够抱怨什么呢, cannot注意在书面中联写, 而不要分开, 也不要用pirt那个不够正式, cannot是联写的, 不能够抱怨什么, 最后一行黄颜色当时宾语从居, 最后complaint的宾语, 不能够抱怨这个法律对他不利, be loaded against, 固定搭配叫对某人不利, 对某人有偏见, 这里边很多一些搭配, 咱们可以去重点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重点的表达叫give rise to, give rise to是表示导致的意思, 注意这个to当然是一个借词, 那叫导致, 比如说, the president's absence has given rise to speculation about his health, 总统的这个缺席导致了对他健康的种种推测, 说这个这么重要场合, 为什么没来呢, 是不是又得艾滋病了这个, 所以就导致种种推测, speculation, 投机或者推测, 我们可以叫about, 关于什么什么的推测, 这是导致give rise to, 注意 to是借词, 我们再回顾一下在三册中也见过了一个, 在三册的第四课, 三册第四课出现过, this can gi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as it did in the case of Alfred Blocks, who worked as a dustman for the Erasmus Corporation, 他说这呢, 会导致一些奇怪的情况, 那么正如在阿尔弗洛德·布洛克斯身上发生的例子那样, 他是Aaron Smith公司工作的一名垃圾工, 这give rise to, 是致识或者是导致, 那么表示导致的替换特别多, 咱们复习复习, 比如说可以用cause, 大家比较熟悉, 还可以用lead to, 当然to还是借词, result in, 像bring about, 像effect, 注意effect在这当极物动词来用, 他说名词是后果影响, 说动词是导致, 我们大声读一遍, cause, lead to, result in, bring about, effect, 都能表示导致, 直接和我们跟比喻就好了, 还有好多, 比如说多一词, 在三册三十三课讲过setup, 不但可以表示成立, 设置什么什么东西, 还可以表示导致某个结果, 一个东西成立了, 不是出现这东西吗, 导致, 用它也行, 我们回顾一下三册三十三课讲过这个结构, 咱们看看这个例句, the slump on wall street set up a chain reaction in stock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这个华尔街整个出现这么一个暴跌, 这个slump本来就崩塌下去, 在金融领域就是暴跌大幅度下降, 华尔街的整个暴跌就股市暴跌了, 导致了在全球的股票市场一个连锁反应, chain reaction也是三册三十三课讲过的, 叫连锁反应, set up在这儿是导致致死, 这个set是一般过去时, 它跟动作原性偏写一样, 好, 那么还有好多, 你想表示产生的那几个也能表示导致, 咱们做总结, 你想我们用produce, create, generate, 也可以表示致死或导致, 产生的这个东西又从无到有吗, 我们再读一遍, produce, create, generate, 也有类似的含义, 你不用说, his announcement produced, 或者created, 或者generated gasps of amazement, 它的宣布的这个事, 导致了大家一片的惊讨, 怎么会是这样呢, 大吃一惊, 这是导致, 这是实时产生吗, 对吧, gasp, 一般是吸气这个状态, amazement本来就是吃惊, 这个人宣布, 大家知道吗, 我是同性恋,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并不是, 咱们历史里的人是, 他宣布的导致怎么的, 你看这个可以用, 咱们可以同时把它记住, 那么同样我们还有一个小事, 引起可怕的大的后果, 就触发了小事件导致大的后果, 而且毛毛是不愉快的, 咱们用这几个词也能表示导致, 它一般是星星之火燎原, 大声读一遍, trigger, spark, precipitate, 最后一个比较书面语, 比较文言, 前面两个特别好理解, 都是名词动用, 第一个这个trigger, 本来是手枪的板机, 做动词就触发了, 一扣板机把人打死了, spark本来做名词火星子火花, 星星之火燎原大火, 触发了导致, precipitate是书面语, 你比如说, one small error triggered, 或者sparked, 或者precipitated the calamity, 一个小错误, 触发了一个大的灾难, 触发大灾难, 小错误触发大灾难, 可以这么来说, 就是触发导致, 本文章说, 很多这些责任, 会导致一些问题和纠纷, complication, 就双方的矛盾纠纷了, 后面说, 但是一个银行的顾客, 并不像比方说吧, 一个买东西的人那样, 他不能够抱怨, 法律对他不利, 对某人不公正, 对某人不利, 咱们可以用, something is loaded against, 这么一个结构, 什么意思呢, used to say that, system, situation, or organization is unfair, and some people have a disadvantage, 这个结构是备用来去说什么呢, 一个体系, 一个处境情况, 或者一个机构, 它不公平, 一些某个人, 某些人呢, 就有一个劣势, 有个不利的劣势, 对某人不公平, 这是be loaded against, 比如看例子, the justice system is loaded against ethnic minorities, 这个司法系统对于那些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是不公平的, be loaded against, 这个be loaded, 本来这个本意是表示赌博里的术语, 就是扔的那个dice, 就是那个骰子, 或者叫头子, 扔的这个东西, 它里边有的时候灌签了, 就叫be loaded, 他某一面比较沉, 扔去的时候, 永远是相反那边处上, 这是be loaded, 如果对某人不利, 就是他总书呗, 就是这个体系, 对这些人不利, 这个justic是司法, 或者是法治, 司法体系, 对着ethnic minorities, 叫少数民族, ethnic叫民族的, 民族的少数人, 就是少数民族, 对他们很不利, 跟他类似的, 我们还经常说, 对某人有偏见, 也是对他不利, 有偏见, 就是没有道理的, 瞧不起某些人, 这个搭配有两个, 后面都可以跟against搭配, 我们读一下中心形容词, 拿上来没, prejudiced, prejudiced, biased, biased, 都可以表示, 对什么什么, 有偏见, 这在三册的53课, 咱们就见过, 未来在咱们4432课, 还会再次碰到, 就对某人有偏见, 咱们看一些例子, the early Christian church, was prejudiced, 或是was biased against Jews, 早期的基督教的教会, 对于犹太人, 是有偏见的, 这个Christian, 是基督徒的, 基督教的, 所以名词就是基督徒, 这个chir是教会的意思, Jew, 犹太人, 对犹太人有偏见, 咱们在复习复习, 新概念英语, 第三册的第53课, 讲司法特派言的课书, 他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 the fact that the policeman was prejudiced against foreigners, could not be recorded in the official files, 就是这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对这个警察, 曾经的外国人不公平有偏见, 这个事实, 是不可能被记录到官方的档案里面去的, be a prejudiced again, 就对某人有偏见了, 这个可以同时记住, 当然都可以换成be biased against, 可以, 它的反义词是对某人偏向, 偏心眼, 这是搭配的可以用be biased in favor of, 你看这个biased, 这个有偏见的是两个方向, 既可以表示有偏见, 也可以表示偏心眼, 偏袒, 而prejudiced, 这个词是单方面的, 只能表示有偏见, 还有表示偏向, 也可以用be partial, 我们加接触to, 这个在三册咱们也讲过, 我大声读下, partial, partial, 偏心眼, the decision was biased in favor of, 或者是was partial to the plaintiff, 这个decision在这表示最后的判决, 这个判决怎么样呢, 对原告是偏向, 偏向原告, 就对原告偏心眼, plaintiff, 就是打官司的原告, 这是有偏见, 这是第一段, 大概介绍了银行和顾客之间的关系, 但是说除了最基本的债文战权之间的关系, 还能够更复杂的一些东西, 具体怎么个复杂法, 他会在第二段详细再去交代, 好的,第一段跟老师先看到这,